新年前我都会花点时间来整理我的收藏 同时也可以记录一下我曾经买了什么的产品 这里有一些我想拍视频分享给大家的钞票 一些收藏带给我心酸 也有一些带给我快乐 那就先谈开心的事吧 这是2020年12月我收购到这一对C1之关的RME钞票 大家都知道开门之关A1是有价 尤其是第一代马来西亚10级钞票的A1 这钞票在拍卖会基本上都要马币千元以上才可以标到 如果评级分数高那就价钱更高 2021年7月拍卖会中BMG64以RM1500成交 同时三张年号64评级分以RM5400交易 所以平均价一张是RM1800 加上用金就RM2124 都说了好评级分有更高的价钱 在同年的11月拍卖会 66 EBQ标到RM7500 加上了用金也要RM8850 这样高的成交价可见A1的价钱是很不错吧 美中不足的是我这张就没有EBQ 要不然我就发达了 你加好一个绿色的 家人又吗 现在打开一片 你现在打开一片 你只能打开一片 你怎样的 人质圆 你不分别是 顶着课红收拖 你好评论 你不分别是 你不分别是 你不难 2020年12月 我很幸运的碰上了这一对C1 当时疫情严禁和经济低迷下 不少朋友都出让自己的收藏品 向来喜欢收藏这类A1 B1或者C1的我 肯定不会错过 尤其是这第一代 一零级的C1 所以就买下来了 有了C1当然今年的目标就是B1 D1和D3了 你说对吗 对了 刚好在今年的拍卖会中 我看到了C1的交易价 BMD66 EPQ 结标价是400零级 加上用金是472零级 所以这C1的价钱还是不贵 可以收藏Luggy MD66 EPQ